各位語壇人 還有各位現場的觀眾 我們今天就開始這個session 這個活動的主題是 從資安的新創 然後看到我們未來產業的未來 我們現場有其他四位語壇者 包含Jafco的資深的經理 還有我們老朋友 開發金的郭大金郭總 這邊新創代表有酷畢的Michael 跟TX1的鄭總 這個我們是先簡單讓 在下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國發金的副執行秘書 大概就是負責國家的一些投資案子 在我的左手邊這邊就是資方的代表 奴役新創朋友 這邊就是被奴役的對象 開玩笑 他們是兩個是合作的對象 如果雨水相幫是最好 所以今天找的對象是一個非常好的對象 我們是讓他們先簡單自我介紹 我們是從Edward開始 副主委 各位先進 大家好 我是Jafco的Edward Jafco是日本最大的創投 其實我們來台灣設點 其實就是因為台灣科技業的含量 其實是非常 我覺得就是說不管值與含金量都很高 投資的角度來講 我們也提供了各位就是說 創業先進的一個對日本 不管是技術或市場對接的機會 希望以後有機會跟大家多介紹Jafco 也有機會跟大家都合作 大家好 我是Ryan 很高興今天有這個機會跟大家交流 中華開發是一個歷史很悠久的創投機構 是僅次於國發基金 台灣國發基金最大 沒有 績效最好 我們是僅次於國發基金的第二大的創投機構 那我們過去大概超過60年的時間 我們投超過1000家公司 最近這幾年我們特別著重在新創投資 中華開發大概管理的資金總共是800億台幣 其中300億台幣是自由資金在投資 是Evergreen Fund 其中有500億是有13支基金組成的 其中有很多基金都受到國發基金的支持 也有投資我們 我們最近這幾年特別著重在新創投資 其實我想資安領域過去一直以來 也是我們很關注的領域 因為資安其實是一個在各行各業裡面 都不可或缺的一個很必要 看不到可是很重要的一個元素 那資安怎麼樣去獲得創投投資 待會兒有機會我們跟大家做分享 謝謝 大家好 我是TX1 Networks的劉榮泰 很高興今天有機會在這邊跟大家一起討論 我們是奴隸一號 他們是奴隸二號 TX1 Networks做的是資安 資安當然已經好幾十年了 但我們focus的是公共資安 工業控制 比如像製造業的產線 關鍵基礎設施 比如油氣水電等等 基本上我們是保護那些 在物聯網時代 長得不像是電腦的電腦吧 你可以像是半導體機台 或是醫院裡面的MRI 這些都是不像電腦 但它裡面有很多computer borrow 所以它也有這些風險 我們是19年成立 那時候CMoney是趨勢科技跟404科技 投資了3億 然後我們前陣子又close了A輪 Trafical領頭 要募了3億6千萬 所以Anyway 在這個討論裡面 再跟大家一起分享 謝謝 謝謝蔡富植密 我們奴隸二號 Kubi科技 我是創辦人間執行長 Michael O. Shemai 那我本身之前也在台灣的新貴公司 智慧光科技擔任董事長 那在2014年創辦了現在任職的Kubi科技 那為的是解決虛擬貨幣的資安問題 那相信在座各位可能多少都聽過 或甚至自己參與過虛擬貨幣 那虛擬貨幣在我剛創業的時候 是非常非常辛苦的產業 在2014年的時候 在台灣遊走創投界 大家都覺得我在詐騙 然後都沒有人願意 甚至把我當奴隸 那一直到2016年的時候 這個產業才突然爆發起來 那到現在 它已經是一個市值3兆美金的市場 那是非常可觀的市場 因為全球的黃金儲備量 一共也才9兆美金 那虛擬貨幣它現在 只用了12、13年的時間 已經達到全球黃金儲備量的三分之一價值了 所以是非常非常可觀的市場 那其中當然也還有很多可以發展的方向 我們可以在待會的討論中繼續跟大家分享 好 謝謝四位與談人的介紹 那我們先說一下 為止要發展這個主題 我想資安在全世界 我們先講威脅 每年這個全世界的損失 大概要超過6千億美金以上 那最近台灣的產業 也因為沒有注意資安這個題目 頻頻受到這個 就是駭客的攻擊 那最近有名的案子應該是鴻基 它是5千萬美金 5千萬美金的六所 所以把這事做好 已經不是只有說這個盾的問題 而是說它可以進入成為毛 成為保護國家的一個新的工具 就好像最近那個各位可能注意到 那個蘇俄跟烏克蘭之間的衝突 那未來的戰爭 它的先發動的可能會從網路開始攻擊 以前我們都覺得從太空開始攻擊 但是未來可能會先從網路開始攻擊 當時很早期的時候 俄國在嘗試著對 等於嘗試著攻擊 等於把整個烏克蘭所有的國家基礎建設 甚至連車諾比爾的那個核偵測器 全部都停下來 所以這個已經不是一個很簡單的題目 所以我們就很高興有 有至近端願意支持資安業者 同時有新創的朋友願意去創施這個題目 所以這個我們一定要把握這件事情 讓大家多講講你們自己心裡的話 所以我們先問問我們這些新創業者 他們一直說自己努力一號 其實也是不錯 有這麼不錯的努力 我也想要有一個 有兩個那就更好了對不對 我想聽聽你們當時創業的一些動機 跟其他的創業的題目 因為這是一個比較冷門 當時比較冷門比較真心的題目 你們可以分享一下你們的想法 謝謝 老師我們先從Michael開始 好 誒 喂 喂 那我在創立酷比科技的時候 呃 使得虛擬貨幣交易量 那在2013年的時候 他在一夕之間宣布倒閉 那當然他說的原因是 被駭客攻擊損失了大量的比特幣 導致他沒有辦法 允許用戶繼續把幣提出來 那大家想像一下 這是非常非常恐怖的事件 因為你要想像你現在 好 全台灣很多人買了台積電股票 然後有一天 券商跟你說 不好意思 你的台積股票通通不見了 因為我們券商被害客攻擊了 它是一個這樣的事件 在虛擬貨幣世界發生 那2013年我看到這事件 心裡就覺得 哇 虛擬貨幣未來 這麼有潛力的一個市場 居然現在 基礎建設這麼不安全 會讓這麼多投資人 損失巨額的資產 那 這產業需要做得更好 更安全 更方便 才能走得更長遠 所以我當時在2014年 就回來台灣創立了酷幣科技 立志做最安全又最方便的 使用者錢包 我們做的是retail market B2C的 那當時 其他的所有市場的業者都是 把冷錢包做成laptop first 就是專門為 筆記型電腦所設計的硬體錢包 他需要用個USB裝置 加USB的線 加筆記型電腦才能用 那 我相信 大部分 現在世界上的人 都是帶手機出門為主 比較不會有這麼多 帶著筆記型電腦 所以 我們最後就決定做 smartphone first mobile first的硬體錢包 然後最後就做了 Qualet 一個卡型的裝置 然後讓使用者可以用手機連線 那 這是我們的初衷 那最後在2017年 推出Qualet S 一路就賣得不錯 公司開始獲利 然後最後才有現在還不錯的成績 那我先講到這邊 謝謝 謝謝 其實 TXY Networks 那是我第二次擔任執行長 我第一次擔任執行長 是 在一家遠區的公司 叫Broweb 那回想起 為什麼我在Broweb會當執行長 其實並不是有什麼 很大的創業動機 那個公司其實是我的指導教授開的 然後 我在一開始 2000年 那時候我二十幾歲 被送去Silicon Valley 在Mountain View 然後幫一個晶片公司 寫他們的simulation software 那邊就認識了很多人 你看到Silicon Valley的發展 覺得給台灣的年輕人 有不一樣的發想 不是說我一定要資本 我才能夠做出大的生意這樣子 但最主要是這樣 是後來公司增資 結果我就跟我岳母借錢 然後那錢就虧光了 跟岳母借錢是個很錯的決定 把他虧光更是萬萬不得 對 吵架你就知道死 然後 所以怎麼辦 與其被別人花掉 不如自己做 那 做了五年 然後 公司轉匯為銀賺錢 然後被趨勢科技買走 我就進趨勢科技 我在裡面就負責IoT資安 IoT安全的產品開發 所以當然以前有小公司的歷練 那去了大公司之後 就會學到正規軍作戰的方式 你怎麼在Region布人 Region需要什麼資源 Sales Marketing的配置應該是怎麼樣 那公司怎麼轉 那 一面做IoT資安大照 IoT很虛幻 任何東西都有IoT 那 真正能落地 我們覺得在18年 就是看到從1617年開始 在工控還有製造業 一路遇到一些危機 我們覺得大概時間差不多 所以做TX1 Networks 其實是個成熟的決定 到完全不是什麼一時的passion 就是我做子彈做二十幾年的 這個事情很適合我們做 實際正對 所以我們就做了 好 謝謝 那我們這邊 這個剛才講是奴役別人 但是實際上 他是兩個副爸爸 如果 那個 一個人有一個好的副爸爸 就很不錯 還有兩個 那就是賺到了 那我們是不是先請Jepco的那個 Ever先講看看 謝謝 大家好 我想投資新創 其實是一個 其實是一個就是 在這個產業的人 其實都需要就是說 很認真去面對 很嚴肅去面對 那其實看到資安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就想起來就是說 2003年的時候 我那時候還是一個工程師 我曾經在微軟的總部 在西雅圖中 短暫服務過 那時候我去報到那裡 那前幾天被害了 所以那時候他們就很緊張 他們其實是怎麼講 所有人開始改用晶片卡 所有電腦連線你要插晶片 然後啊 所有你在鍵盤的keystroke 全部都要被什麼講 被紀錄起來 都要紀錄起來 因為其實他怕到了 但其實這個回憶上 反射到說 其實我其實剛遇到 就是說 TX1指引長的時候 其實就是說 最後其實 你看一個資安的新創 台灣因為怎麼講 我們是國家比較小 所以其實說相對我們 市場不大 所以其實我用製造業的思維 去看一個 資安的新創公司的時候 我永遠都沒有辦法去 他在視察要怎麼做 所以其實我們去看的時候 其實我們直接反射到就是說 假設在微軟這個場域 這個公司 其實它的產值 可能一年是幾兆的 那如果我做一個東西 能夠去保護 這個相對應的場域 它所衍生出來的價值 是非常高的時候 這個東西就會有非常高的價值 所以其實台灣的資安公司 其實從我們 至少從Jepco來看的時候 我是從這個角度來看 就是說 其實你可以保護什麼東西 那你可以幫你的客戶 保護什麼樣的價值 那在跟國際的競爭對手 競爭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說 他做的場域裡面 你有什麼可以去跟他互補的 那你幫他把一些漏洞 或者是說你創造另外一個場域 那能夠創造出你自己的價值來 那不是說 今天國際第一名的資安公司 坐到這裡 我跟他做一樣的東西 那這已經不是製造業的方式 我做得比他便宜 我就打進去 這個其實最後其實代表是一個 你的品牌 你的形象 你在這個場域裡面 你為客戶創造了價值 所以這是我們去看 資安這樣的產業 那其實在台灣 我覺得這一兩年 我們掃過所有台灣資安的新創作 其實我發現台灣資安的公司 其實有很多非常獨特的價值 第一個 就是說像 TX1 Network這樣的公司 它其實位於製造業 創造一個怎麼 保護龐大的製造業 高科技製造業的價值 那再來就是說 我們身處一個比較特殊的環境 所以台灣的資安業者 其實可能是全世界最了解 我們隔著台灣海峽另外一個地方 他們想要對於全世界的資安系統 做什麼樣事情的地方 這個是我們提供的獨特的價值 當這個獨特價值 你反射到全世界市場的時候 你的價值就不是只是一個製造業而已 其實你是保護全世界幾千億幾兆的人的生命的財產 甚至它的智慧財產權 甚至它的生意 那也就是台灣我覺得是未來幾年 資安產業一個契機 謝謝大家 OK 其實我們過去在美國 還有在台灣也投了幾家資安的公司 那其中有一家叫Rentera 那這家公司是 也跟趨勢公司有做生意 我叫Terence這邊也知道 那他的客戶其實是高度 對資安高度要求的半導體產業 所以包含像TSMC Qualcomm Mental Graphics 那也蠻多很多國際一流的企業用它的服務 那所以透過我們透過幾家 包含像美國跟台灣的公司 我自己有幾個感覺 因為這個資安領域 這個我們講新創來講 資安領域是永遠不斷有新創的機會 因為動永遠在 你只不知道動在哪裡 那再加上說 我想這幾年來 包含像COVID的關係 其實不只是COVID 其實整個大趨勢都一樣 所有全部都是雲端化 網路化 行動化 在雲端化 網路當行動化 Cyber security 就變成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因為在實體世界 你看得到摸得到 你可以設一個門 那這個門 你一定要進出 要經過 像我們剛才報導的那門 可是在網路上 You never know 誰會從哪裡進來 所以這裡面包含非常多的議題 包含在 在Server 端 在Cloud 端 在Endpoint 端 在Network 端 在Applicate 端 Pharmaceutical 就是新藥 就是新藥 這兩個現在目前也是在美國 在創投界最熱門的 在今年 單單在Cyber security上 在VGC上 就已經投了110億美金 非常非常高 那通常的這個 Cyber security公司的估值 基本上是很難 很難估量的 所以都是非常高的估值 不管是賣掉或什麼 比如說那個Amorize 他們的Bluet Point 最近又用13個Billion 賣給人家 賣給另外一家公司 所以他們當初這個 上市的可能才1個Billion 2個Billion 那現在13個Billion 所以我感覺資安領域是一個 非常有機會的一個領域 可是資安領域可能也是 也最困難的領域 感覺怎麼說呢 我感覺資安領域是一個 有點像華山論劍一樣 只有第一名會存活 就同一個領域上 如果你是第二名 大概不會有人用 你說 我比他比較不安全一點 他比較安全 我是第二名 那你會選誰 你一定選第一名的對不對 所以既然是華山論劍 所以他某種程度上來講 他面臨的競爭 就是全球的競爭 所以怎麼樣 站在全球的競爭裡面 找出你一個位置 然後很特別的位置 像剛才我們講的時候 Terence TX1 他在台灣最擅長的領域 在LOT的領域去做Security 這個東西的場域 在其他的 全球其他地方是找不到 所以我自己的感覺是說 作為一個台灣的新創 我覺得第一 市場夠大 這個市場夠大 那台灣的工程師 跨離也夠好 所以技術上應該是沒有問題 第三個 就要去找到一個 適合自己的場域來做 我覺得這個機會還是很在 那剛才這個 這個 蔡局長 我們都叫他神頓局局長 你看神頓局來講 這個資安是非常適合的 那其實我感覺 我們往往投資一個資安公司了以後 我們變成奴隸 你知道嗎 我們不是他在奴隸 我們在奴隸 他是他在奴隸 因為這個市場我完全看不懂 我們對某種程度上 這市場變化太大了 所以我們是理論他們 所以某種程度上 我們是希望他們能夠 找到自己的位置 所以我覺得如果有興趣的人 我覺得加入特別在座的各位 能夠投入這個新創的投資 創業 我覺得非常值得 那我想現在風向又轉過來 這本來奴隸的對象現在變成被奴隸的對象 那確實 因為資安的產業其實在整個全世界算稀缺資源 這種人才非常非常少 所以像這個比方說 那個Michael 這種公司 基本上你捧著錢要投他 他還不見得 不要說讓你投 連門都不見得會開 你不要看現在的溫良工錢這樣 其實他私底下都非常的高 沒有讓人講 真的 那個 這邊有人馬上站起來 那這個其實他是一個快速成長的領域 那也有很多新的機會 所以也許各位 四位講者可以在趁這時間跟大家提醒一下 從你們的角度去觀察 那些資安領域其實是海帶開發 或者是目前還是一個藍海 那有人說藍海 其實有一些學者說藍虎 我們不用很大 那個藍虎就吃不完了 或者是 或者是一個 我們叫白地 完全沒有人去開發領域 是不是先 可以請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用短一點的時間 是Michael這邊先說 謝謝蔡局長 那我認為現在最適合開發的藍海是Metaverse 就是元宇宙世界 那元宇宙世界其實從前幾年的AR VR 然後到電影而演的一集玩家 脫稿玩家 那其實它早就生存在我們的每天接觸的世界中 因為你以前好比說在Facebook Twitter Instagram 這些其實也是元宇宙一部分 只是它以前是用單向的 然後是用全2D或是文字圖檔影像 那以後進入Web 3.0的世代 然後再搭上用區塊鏈的世界來搭建出來的這種環境 讓使用者可以跟鏈上的資產或是鏈上資料直接互動 那它的潛力在於我們光從市場來看 Facebook它把名字改叫Meta之後 它宣稱它會用100億美金投資在這個產業 那它的競爭對手像Google還有其他的這種Amazon就會漸漸更進 那剛剛我提到它本來虛擬貨幣四季就已經是3兆美金的市場 那再加上這些科技巨頭的加入 它一定會只會往上再成長更快 那為什麼我說它是個藍海 是因為在虛擬貨幣產業除了早期的只有比特幣一條鏈 到後面有以太 再到後面有像Tron或是币安鏈等等 各種不同的鏈 它已經發展出非常非常多不同的生態系 那也相對的蠻碎片化的 那也因為這市場又大可是又卻又很碎片化 所以間接就造成 我們作為新創業者可以去用很多不同的角度 去切入去取得不論是用戶或是取得流量 或甚至取得資金 所以我認為以資安來說 在元宇宙世界它還有非常多的發展可能性 謝謝 我覺得資安的機會就是要看什麼角度 因為資安其實可以非常寬 從質溫解鎖、電子錢包 但我比較擅長的其實是企業資安還有政府的資安 也就是說在commercial side 在這邊其實有幾個角度 第一個就是說 我覺得機會永遠是追不完的 為什麼?因為我們永遠比較慢 為什麼資安業者永遠比較慢? 因為你太早做沒有災害你就死定了 企業的budget都是到有災害之後才會allocate出來的 所以假如你做了一個行業說 這個是個白海、藍海 然後未來會有資安的問題 你就會看到很多人會來聽你演講 但是真的要付錢的時候不會掏錢 所以其實你活不了多久 那所以你會看到 駭客先在哪裡造成攻擊 然後你解決那個攻擊 所以其實你沒有那麼難 你真的是比較慢一步 真的出現了 然後你有方案 那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說真的要說 特別沒發生過的 你可能要找接近一點的 現在流行什麼? 因為到後來還是駭客在哪裡賺到錢 就像TX1做公控 那16年開始有一些公控資安 那個時候造成的其實並不是駭客主動攻擊的 那個時候只是不小心的病毒流竄 結果沒想到一隻小小在IT兩秒會被消滅的病毒 流到產線上造成幾十億的損失 這個馬上給駭客一些靈感 原來這地方這麼弱 然後Cryptocurrency又整個提升了資產產業 讓駭客從本來只能夠賣你的資料 然後在黑市賣你的資料拿錢 現在可以主動跟你要錢了 因為他不用再擔心在取款的時候被逮 所以現在駭客非常主動的出擊 所以這個也在像COVID COVID讓很多製造業必須要把他的工廠的連線打開 因為要讓人家操作員可以遠端操作 那這個就Drive了我們的生意 那我其實建議比較務實的做法 其實假設不是真的要圈一塊沒有發生的地 你可以想 我們現在看到每天這個公司被賣掉 很多是比如說幾十個喵鏈幾百個喵鏈 他可能不是一個獨角獸 但他們就做了一些小的改善 比如說在密碼的登錄的改善 比如說在Log的自動化上的改善 到後來被大廠併購 那他開始投入沒有那麼多幾個喵鏈 後來賣了幾百個喵鏈 我覺得那也是很好的生意 這是另外一個角度 謝謝 我想那個剛才他講到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我們都要講數位轉型 那其實這個做壞人也在數位轉型 以前用車手去領錢 現在就直接用那個加密貨幣就可以做到這個交易的行為 所以這個車手這個工作慢慢就會消失 這個是這樣子嗎 那當然這是一個笑話 只是說資安這個題目其實會隨著科技演進 那太早也不行太晚也不行 你也不見得要找一個巨大無比的機會 不見得要當獨角獸 當小的獨角仙也是不錯 也是給日子過得很開心 我們是不是再聽聽投資段這邊的意見 謝謝 其實我蠻贊成Terence的想法 就是說我們創業當然要夢想 可是我覺得也要務實 其實如果我們講賽道 我們講賽道方向賽道來講 一定在資安方面 越成熟的產業 它資安被解決的已經被躲比較多了 而且大的公司 像IBM這種公司 它已經cover掉了 所以一定在新興產業 所以Michael剛才講說 我覺得我想廣義來講 可能不是metaverse 就是說整個blockchain的產業 其實存在非常多的機會 因為blockchain這個東西 雖然我們講的是它不能篡改 可是我們知道交易所被偷的一大堆 所以說怎麼樣在blockchain的整個 不管未來的 不管是metaverse的應用 或者是在smart country上的應用 其實這中間是一個新的領域 新的領域就有很多 大家不知道的漏洞在哪裡 所以呢 在新的裡面一定有發展的空間 另外一個是 其實現在大家都很 已經越來越popular 就是說這個fintech 就是說數位金融 因為金融過去從傳統的 我們是有cash到cashless 到現在知道wallet 未來可能crypto的錢包都會出現 現在Michael他們就在做crypto的錢包 我覺得這種交易 我認為是這樣 資產最大的地方 就是駭客最想去的地方 那所以當你大家的交易 都在網路上的時候 那這網路上的交易的安全 就是變得非常重要 而這個又是一個很信心的領域 那這個信心的領域 那這個信心的領域 每一個人在每個手機上 天天在做各種交易的時候 這中間有非常多的工作可以做 剛才Terence講的就是說 比如說 是現在用生物識別的方式進入 然後你保障就是說 不然這是physical recognition 或者每一個環節上面都能夠保障 你使用者到底是不是那個本人 現在也講AI 就是說你的behavior 你的data各方面來去做學習 看你是不是是真的使用者 還是一個到這個駭客進來 我的感覺就是說 blockchain是一個很好的領域 我覺得fintech是一個很好的領域 那後面有兩個領域 我覺得對台灣可能也是相對比較有優勢 一個其實我覺得工業互聯網的領域 就是Terence現在說的 那原因是因為工業互聯網 其實它非常碎片化 這個碎片化導致在國外的新創公司 很難的涉入 可是它又是一個必須得解決的問題 它可能不是說今天你會這個 就是讓駭客賺了多少錢 而是你工廠會損失了多少錢 那個是有太多的問題在裡面 其實其中包含了惡意的跟非惡意的 那另外一個我覺得在醫療上面 就是醫療現在我們很強調就是說 也是數位化的醫療各方面 其實有非常多個資 或是說有很多的判別的方法 這些東西都有很有可能是 治安的漏洞 比如說騙取保險公司的錢之類的東西 那所以我覺得我自己總業是 除了傳統的網路產業 就是我們講Cloud computing Networking這些東西都是 本來就是存在的這個領域 大家可以投入以外 我覺得剛才我講的這四個領域 我覺得是一個比較新的領域 那我覺得如果回到務實一點 我覺得大家如果要投入的話 我覺得不能單純從技術面去看 我覺得要先從生態鏈上去看 就是說你容易切入的點在哪裡 每個人技術都很厲害 我覺得技術厲害的人 他應用點切入點不同 他可能獲得的回報就不同 我覺得Terence他切入一個工業護廠 他的回報絕對比他說切入Fintech 或者切入這個medical care容易 所以要找到一個 那技術上他一定也可以用在 Fintech也可以用在其他地方 可是他切入一個對的領域 所以新創公司技術要很強 我剛才講說華山論劍 你是華山論劍的第一名 可是你要想你要當武當派 還是要恩威派 你要哪一個山頭 你要霸占住 所以我覺得找到對的山頭 我覺得才是很重要的創業的起點 以上 謝謝大金哥 那其實我其實想要補充幾點 就是說其實我覺得在 我是投資人 那他們其實是產業的創造者 其實我們來看就是說 恐懼跟價值 其實創造很多生意的機會 那其實我剛剛想要Michael Michael其實講了很多 但其實我在想說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保護這個產業 因為你保護越多加密貨幣的時候 加密貨幣價值越高的時候 那個駭客 其實他可以就是這麼講 他可以拿來什麼要求就是說 附屬金的管道 機會就越多的時候 這整個產業的產值就起來 所以其實他其實有時候 是一體兩面的 那再來就是說 所以就變成說恐懼 為什麼 其實現在駭客 資安造成的恐懼 其實他已經是變成從 以前執照大企業 或是說高價值貨幣 變成無差別供給 其實就是說 我舉個例子來說 我自己的家裡 自己家族有個化妝品公司 小小的 但是我們一樣 還是被駭客公司 把Sony的電腦都加密了 最後兩枚比特幣 你付不付 你不付你就開始損失 一天每天 一天一天的營餓損失下去 所以最後其實 就是因為你的無知 你的恐懼 所以你一定會去什麼 去妥協 所以其實在這裡 它就會有一個商業的價值出來 所以其實在 現在大家對Ransomware 對於勒索這個題目 其實是有些恐懼 有些不了解的時候 那也沒有很好的解方的時候 其實大家如果在這種 單點突破上面 去創造一些不同於一些 國際公司的Solution的價值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是相當有機會 再來其實就是價值的保護 那其實我不騙各位 那個新竹的我們的護國神山公司 它早期 你在家裡是不可以看公司的E-mail 因為它怕會有漏洞 那現在因為COVID的關係 所以有一部分人可以從家裡上班 但它怎麼做呢 它用你的Windows Remote Desktop 連回公司 但是不好意思 每半個小時它要斷線一次 它要看你說 你有沒有在位置上 那有沒有在好好的連線 再繼續工作 所以這個其實怎麼樣 它要保護它的價值 可是它有一個 它無法克服的恐懼 所以當一個有價值的目標 有無法克服的恐懼的時候 這就是你的生意機會 這種生意機會 其實到處都是 那不光是國際化 其實在台灣 台灣其實有多少高產值 高價值的公司 這些都是需要一些 客製化一些獨特的服務的時候 這個其實就是你生意機會的起點 一旦你有這個起點之後 你學習這個經驗 你就可以擴散到整個產業的sector 然後慢慢讓它變成一個標準化的產品 打向世界杯 那這也是我們作為創投 希望看到了 因為其實創投其實就是在公司 有找到一個目標 然後特定的project 開始踩著這個特定的領域去茁壯的時候 我們來加入你們 幫助你們走向下一屆 下一個目標走向世界 那最後工商時間廣告一下 其實JEFCO在日本 就跟CDIP在台灣一樣 他們在全世界投了幾千家公司 我們也投幾千家公司 所以找我們兩個 你們就有幾千家可能的客戶 好 謝謝 這個本來奴役 奴役新創朋友的那個資本家 突然變得慈眉散目起來了 那我有點發冷看的感覺 那我們也工商服務一下 國發機也投了幾千家 所以你們想要也可以來找我們聊聊 好啦 開玩笑一下 這個其實資安 對 它是一個武器 但用在什麼地方很重要 那除了剛才兩位投資專講的 比方說醫療 半導體 或者那種高附加價值 其實都是各位可以去思考的對象 因為這個除了技術之外 對產業的了解 也是未來各位投入這個產業的 一個重要的一個基礎知識 那另外就是還有一個 其實正在發展中的電動車 電動車其實它也是 未來會是一個 什麼全世界有3.3兆產值的機會 那它其實就是說 廣義物聯網的部分 未來它的軟體 可能透過OTA 透過空中去做更新 那其實是給了那些 駭客攻擊一個 絕佳的機會 所以各位如果 對這個題目有興趣的話 這也是可以去嘗試的方向 那各位當然 四位講者分享了不少想法 其實後面還有兩個很大的挑戰 一個是科技 AI或者是我們現在這個blockchain等等 另外就是法規的部分 我想聽聽這個兩位新創界的朋友 你們分享對這兩個題目你們的看法 跟你們的一些建議 謝謝 在法規環境 我想對所有新創公司來說是必要考量的一環 那像虛擬貨幣公司在最早期的時候就常常受到法規的打壓 那因為在當金管會或者是這個刑事局 他不是這麼理解的時候 他可能經常會把這些虛擬貨幣跟法幣之間的金流 想得跟洗錢或者是一些非法的資金相關 那近期台灣的金管會已經把洗錢房子法 讓這個虛擬貨幣產業來有配套措施可以搭配使用 也讓這整個產業變得更有信心 業者知道要怎麼配合政府 然後民眾也知道這個產業現在有相對好的監管 所以對這個產業是加分的 讓更多民眾或者是企業甚至業者 都敢再投入更多的資金進這個產業 那也是有人的做法是完全走出 國內完全走到境外 完全不落地 那也是有人用這種方式來做到完全規避任何國家的監管 他就是做完全的境外生意 那這也是一個做法可以讓大家參考 好 一開始提到的是AI或Blockchain可能的應用 那AI其實不是未來史 未來史 現在進行史 那講AI可能太沉重了 但至少是machine learning 以TX1來講 我們解決的問題是公共的資安嗎 那你想我的客戶在乎的penpoint是什麼 其實我客戶不是在乎病毒 我客戶也不是在乎弱點 我的客戶在乎的是說 它的運營 它的operation 會不會因為Cyber Security而中斷 因為假如 Operation因為Cyber Security而中斷 產生了產值的損害 那就可以估計了 對不對 這個跟以前那個被Bridge以後 民聲難聽 資料泄漏 這個你還很難上失 很難算出你上失多少 但台積電停工一天算是多少錢 它是算得出來的 那你怎麼知道如何維護它的安全 你如何維護它的運營 以現在最流行的話就叫零信任 你要做Zero Trust 那Zero Trust的重點是什麼 是它永遠不相信你 它為什麼不相信你 大家要從你現在的行為去判斷 你是不是你 比如說大家現在從各個地方log-on到公司 傳統就是VPN帳號密碼 對了就對了 但現在沒有 現在它要看很多東西 你這個時間點 你來的地點 你的電腦是不是有更新掃描 然後種種行為去判斷你是不是你 這種就是經過learning之後的結果 那我們在做的是這樣子 產線上這麼多機台 什麼機台跟什麼機台講什麼話 下什麼指令 甚至比如說水位 比如說它這個水位一直都是20 20 20 有一天下個200 我們要判斷這個是誤操作還是駭客空氣 那這個都是要經過learning 好 所以 那再更別提到比如說 以趨勢科技來講 我們的大客戶 Virage Enterprise 平均在這個企業裡面 布有53種不一樣的資安設備 53種資安設備 會產生多少log跟event 你完全沒辦法靠人來判別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EDR XDR 現在變成了這麼熱門的category 因為他們要從蛛絲馬跡裡面去判斷 其實你已經被hacker給入侵了 那這些都是machine learning的具體應用 我覺得它只會繼續奉勤發展 所以它是一個現在進行式 法規 對我們來講其實法規比較多的 反而是地緣政治引起的限制 現在你做資安還要挑邊站 你做這個國家的 可能就別想做那個國家 那比如data center好了 我們現在大家都講cloud 那cloud 你就說我在雲 對不起人家國家不是你這一套 請問你那個具體這個data 是放在哪一個data center 你要能夠point out出來 那在那個data center 誰來用手碰得到我的data 這個是不是我們國家的人 還是說你這個比如說資料 你有中國員工 中國員工可以來碰 那美國政府他可能不會允許 種種這種compliance 其實以大公司像Microsoft來講 他們應該是快十年前就開始佈局 類似這種的法規 要能夠釋法 那我想這也是大家在做國際生意的時候 會遇到的一些挑戰 謝謝 謝謝 謝謝Michael跟Terence的一些分享 那 確實這個資安的情勢是千面萬畫 以前我們講說世界上有四大二人 就是 俄羅斯然後北韓 然後中東加上中國 快到了還有五分鐘 那所以他們就是 就是美術互打 中東打以色列 那個 那個 還有北韓也是 他跟他就在旁邊偷打美國 有一個沒有防盜就是中國 所以就打台灣 所以台灣就是 因為常常被打 所以學了很多特別的資安的技巧 可是最近一個很特別的趨勢 就是從很多攻擊是從非洲發動 那因為其實很簡單 因為非洲都用中國的電信設備 所以他們就用那邊當基地 所以整個局勢一直在變化 那我也想聽聽說從投資段 你們有看到一些什麼趨勢 那也請教兩位這個 這個 一個在日本的龍頭 一個在台灣的龍頭 你們針對這個資安 國際的投資趨勢有什麼看法 那我們希望短一點 再給最後大家一點時間 好 剩五分鐘 OK 好 其實我很快講一下 其實我投了幾家公司 其實剛好 Echo到Terence的講法 就是說 他在Fintech領域 他用AI的方式在做 他就是說 他去判別人的行動 你的行動是不是真的 比如說你是左手還右手 你知道嗎 那進到一個網站進去 你的時間有多長 你通常花多少時間去 去做後面的 比如說 什麼這些 這些東西 都是可以用工資的方式來做 然後另外有一家公司 是blockchain的公司 他們在做 他們也透過做些一些行動 就是說 平常你在交易的過程當中 有哪些 詮詐詢的這個過程 你的習慣是什麼 跟其他的習慣在哪 而且你的節點在哪裡 其實我認為用AI去解決 很多資安的問題 是非常熱門的一個領域 所以我們其實 如果有這樣的一個 不是傳統的 資安的解法的東西 我們覺得 我們會蠻有興趣的 這個產業其實一直在吹成初心 因為Jeff Cole曾經投資 FireEye Polo Alto 然後其實我們看到就是說 從軟體 到硬體加速 到現在AI 其實就是 會有各種的問題 其實最後牽涉到就是 他怎麼 underline的資料量 越來越大 所以如果你沒辦法快速去 在資料很大的資料量 去做快速篩檢的時候 你就沒辦法去有效解決問題 再加上就是說 加密貨幣 也就是說 我覺得是勒俗產業的高度 分工化之後 其實讓整個產業的產值 越來越大 當其實這個產業產值 越來越大的時候 機會就在那裡 不管是創業或是投資 都會在那裡 只要你有那種更快的方式 更準確的方式 去解決一個產業 所需要的面對的營運 或是說 每天 生活上交易的問題 你就會存在你的價值 這個時間快到 我們是不是用請四位再用 這個很短的時間 給現場想在自然產業創業的一句話 一句勉勵的話 謝謝 因為我自己有非常深刻的創業的痛苦的經驗 所以想給大家的一句話 創業是一個生活選擇 你要準備好百分之百的時間精神 每個人都投入再開始 謝謝 很多人做資安的創業 他想的是technology 但事實上資安創業跟所有的創業都一樣 一定要從客戶的penpoint開始 你要解決的真的是人家的痛嗎 假設你有夠多的domain knowledge 而且能夠發覺這個是人家的痛 那就go ahead 謝謝 好 我覺得是這樣 如果真的大家從資安領域要來創業 我覺得 我們當然講駭客分白帽駭客跟黑帽駭客 就是說做一個好的守門員 你要知道對手要出什麼招 所以有時候太奶衣服的人是很難做資安的 所以看起來他們很奶衣服其實不是 他們有想到說 對對對 就是說你要知道別人怎麼攻擊 所以你可能也許我想你在創業的時候 因為為什麼我們在投 我們在投我們的資安的公司 我們都會找專業的公司來做hacking 我們來證明他的保護能力夠不夠 不然你講一大堆沒有用 所以我們都會找sir party來做hacking 那如果你也許先做白帽開始去了解 這個產業的一些樣貌 也許對你來講比較容易找到題目 我們是投資者 其實在我們很重視一個 idea的創新性 但是其實我們更重視什麼 團隊的 優秀的團隊以及產品的殼 就是說 它是不是能夠怎麼講expand 所以就是說從你要做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要給自己設定一個場域 假設場域你可以創造好三個billion 最後的產值 那你現在從你現在十點 你要怎麼走向那裡 那其實這你要很清楚的用 投資者可以懂的語言解釋給他聽 這樣子你就可以得到投資者最大的support 謝謝四位的說明 那今天就很感謝投資端的jebco 還有那個大金兄這邊的分享 從同事官的角度去分享這個對資安的一些看法 那Michael跟terence從創業者角度去分享 他們對資安產業的一些觀察 那不管怎麼樣我們都希望說台灣的產業 特別是資安產業 能夠長出自己的一條漂亮的路出來 不見得要當護國神山 可是至少可以支持我們未來的護國神山往前走 那各位如果有任何的進一步的需求 有投資端 這邊有兩隻大樹可以找他 還有一隻沒有用的小樹可以找我們 還有創業的問題可以請教Michael跟terence 那今天我們的這個panel就到這個地方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